过了50岁之后 一个人的命苦不苦 看这4点大概就知道了 尤其是第4点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 但是我要和您说 就算您再忙 也一定要抽出时间 把我这个视频看完 看完之后 您就知道我说的到底对不对了 对于家庭幸福重视的朋友 您可以先给我这条视频点个赞 点个关注 万一哪天忘记了我说的这4点了 您还可以回过头来 找到这条视频再好好的看一看 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 叫做相由心生 所以就有人说啊 命苦的人啊 有的时候就长了一副苦命相 说有大富大贵命相之人 这一辈子啊 就一定能够大富大贵的 但是我想说 一个人命苦还是命好 不是由上天来决定的 更不是由我们的长相来决定的 而是由我们自己来掌控的 也就是说命好 那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命苦那也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有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叫做重瓜得瓜 重痘得痘 凡事都有因果 所以我们下半生苦不苦 好不好 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半生的努力程度 一个普通人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各方面能力和资源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很难去下定论 看不出来到底谁啊 以后的命会好一些 只有到了50岁以后 通过这四点 我们大概就能看出来了 而且看的是一目了然 那究竟是哪四点呢 接下来我就和您一一的分享 这第一点啊 就是看夫妻二人能否相互包容理解 夫妻相处贵在包容和理解 平时呢要互帮互助 教育孩子要多鼓励少埋怨 因为夫妻啊是一个家庭的核心 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了 夫妻都是从年轻到老年 从陌生到熟悉 慢慢这样磨合过来的 两个人从一穷二白到现在 是不愁吃不愁穿 膝下子孙满堂 人生这一世有什么 都不如有一个好的伴侣重要 过了50岁以后 我们要和自己心爱的人 相伴走过无数个风风雨雨 度过无数个春夏秋冬 妻子呢是丈夫生命中最后一个观众 而丈夫则是妻子人生中最后一张存单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咱们先来说一说最后一个观众的意思 一般我们在家里面 丈夫啊就好像是英雄 而妻子呢就像观众 年轻的时候爱慕 很多啊都是产生于观众 对于英雄的那种喜爱 或者是仰慕之情 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 男人是顶梁柱 女人是半边天 存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你把钱存到银行里 是可以获得利息的 在存单到期之后呢 咱们还可以连本带着利息 把钱从银行当中给取出来 那家庭生活中呢 老伴啊就像这存单一样 当咱们给他的关爱越多 那回报给咱们的幸福 当然也就越多了 就像现在很多人说的一样 女人啊是用来疼的 是用来爱的 不是用来吃苦受累 挨打挨骂的 尤其是人过了50岁以后 你就会更加明显的感受到 有什么都不如有一个好老伴了 最重要的就是老伴在咱们身边的时候 咱们的饮食起居都能够互相照顾 喜怒哀乐都能够互相分担 夫妻之间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全感 要是晚年没有老伴的话 那自己啊一定会过得非常的凄凉和孤独 冷冷清清 你想一想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这不就是命苦吗 第二点要看收入是否稳定 人到晚年手里面多多少少要有一些积蓄 家有余粮心才不会慌 有收入是一个人的底气 也是咱们常常说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有一些家庭呢没有余粮 吃完上顿没有下顿 他们根本感觉不到生活的温暖 就不要说幸福感了 年过半百过了50岁以后 不管您的身体还是精力 肯定是大不如前了 如果还想着去赚钱的话 那您会面临着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尴尬的局面 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 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贫苦 晚年自然也就命很苦了 那第三点 看子女是否孝顺 我们很多人都会把希望放在孩子的身上 会拼尽全力去培养孩子 让他们的未来能够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 但是就是有这么一群不争气的子女 无所作为不说 还到处的惹是生非 即便是成年了 甚至是人到中年了 还要让父母去操心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可以断定这样的父母难逃命苦 也就是说 子女是否孝顺成才 决定了父母能否安享晚年 来看最后一点 身体是否健康 这个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了 年轻的时候拼的是能力 而年过半百之后 拼的就是体力和精力了 所谓好汉不提当年勇 失去了健康 余生就会被痛苦所左右 日子也会变得暗淡无光 吃不好睡不香 日复一日十分的煎熬 而且还会连累家人 所以人过了50岁以后 需要有稳定的收入 有孝顺省心的孩子 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 贴心的老伴 不缺钱也不缺爱 不缺健康也不缺陪伴 开开心心的度过余生 快快乐乐的安享晚年 这个才是真正的命好 真正的赢家 在这里也祝福天下 所有的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勇享天伦了 那视频看到这里呢 还请您帮我在视频中间 点个关注 这样以后啊 还能回来尝尝看看我的视频